好 各位同学 你的程式烧录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microbeat 如果你的程式烧录好的话呢 你的电池盒把它接好 当你送电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信号 然后小人在跑步 跑完步之后就有一个爱心在上面 这时候呢 如果你把它晃动 有没有 这样子晃一下 有去有回 这样叫做晃一次 它就会变成单数 一个小星 然后再晃一下 变成大星 再晃一下 小星 大星 有没有 所以你就开始运动 绑在手背上啊 绑在大腿上 开始运动 好 然后 那你晃动了一阵子之后呢 停下来 那我们要显示那个 现在里面的数量 所以你要按A A是这一个嘛 按下去 16 它会再显示一次 16 好 那所以刚刚 已经跑了16下 那所以你可以 当然可以继续跑 好 这时候再按一下 20 好 那如果没问题呢 你可能下一次 下一轮回要比赛的时候 要重来嘛 所以要按V 对不对 V是清除 所以按一下V 它就跟你讲变成0了 好 那所以这时候你再开始晃动 这时候已经重新计数 你可以再按一下 好 三下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做的 Microbit的运动计数器 就是我们这次的运动计数换 一个专门 25分钟